有些事想不通你 是, 你怎麼知道的 你的眼神已經告訴我了 試試說出來 看看師父能不能幫你 明天我就跟大師兄比試了 但我發覺大師兄把聖符看得很重 你有這麼多擔心 就是說你自己也把我聖符看得很重 不是, 師父 我只是想真真正去考驗 自己的功夫可以去到甚麼境界 但萬一我打贏大師兄 我怕會破壞我和大師兄之間的感情 但如果我不全力以赴 我就對不起自己 那你說我應該怎麼做 陳真, 一個頭腦真正清醒的人 是不會選擇甚麼所謂的對或錯 因為一有選擇 就不是自己的本性 選擇會帶來矛盾和阻力 你選擇了認為對的事 但是到頭來可能是錯的 陳勝 陳真, 陳真 這次的比賽 你們要全力以赴 不過要點到跡旨 明白 明白, 師父 可以開始 好, 師父 師弟, 記住, 我們看好你的 大師兄, 我要看好你的 你別管我們失望 加油, 大師兄 一定要洩嗎? 快走 太陽很辛苦 3 4 4 5 12 五少爺, 五少爺 好了, 現在勝負已分 鎮星, 就由你代表精武們 參加武術大賽 是, 師父 大師兄, 太好了 太好了, 大師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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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沒事吧 沒事 真的不值得, 五少爺 你只是輸了一點 不是, 我的功夫真的不如大師兄 大師兄 五少爺, 你的功夫不錯 你輸了一點點給我 千萬不要灰心 以後勤力一點, 武功一定會進步 知道嗎 大師兄, 我會繼續努力 對了, 這樣才會進步 實在, 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很舒服 四處的東西都可以一望無際 沒錯, 當我們從高處看下去 對世間的事物就會改觀 你會發現很多東西 不是你所看到的那麼大 就等於武術官摩大賽的代表資格 師父, 你看得出來 我看得出來, 你是有心揚振聲 不過, 我很高興 你終於明白到, 有用為大的道理 有用為大? 所謂有用為大 就是能夠包含萬有, 融合共存 這樣才是道之所致 其實, 武學和人生 我們都應該報這種觀念 武學和人生都可以用這種道理嗎 王學雖然他經常步伐 很大威力 所過之處一片蒼然 但是當他流到大海 一樣被大海所容納 做人處事也是一樣的 如果遇到這個困難和阻礙 只要你懂得包容 那麼一切的困難就自然會解開 懂得包容 就可以從一切事物當中學習 然是深入武學和做人處事方面 師父, 我明白了 是我包容萬物, 萬物就可以和自己融為一體 不是, 你認性很強 師父, 你別稱讚我 難得你還懂得謙虛之道 不過可惜, 鎮聲卻沒有你這麼踏實 師兄 如果你們想練到我的火候 一定要用心勤力一點 有甚麼不明白的, 我一定會教你們的 是, 師兄… 師父回來了 師父… 師父… 師父 五師弟, 你為甚麼不練功 不是輸了給我, 沒辦法練功是嗎 一點錯誤也承受不了 功夫不會有進步的 是, 大師兄, 我馬上去後院練功 是, 大師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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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強中持有強中手 一山也有山高 我們習武之人 千萬不要這麼容易自摸 我明白了, 師父我誤會的 來, 大家去後院練功 我教你們 是, 大師兄… 師父, 我們去練功 好… 陳真, 答應過我的事, 你做不到 對不起, 我真的忌不義 我不相信 你看不到, 難怪你不相信 就是我沒有親眼看到, 所以我不相信 梁蝦, 你怎麼這麼執著 一定要跟我打 文無第一, 武無第二 而且打贏你是我的目標 好, 就算你打贏我怎麼辦 我靠拳頭賺錢的, 你說我會怎麼樣 我知道, 命理相收 我以前也像你一樣 我去挑戰我師父 幸好多虧我師父提點我 梁蝦, 聶九終須山上喪 難道你一輩子跟他賣命嗎 自從你進了精武門之後 你會越來越多道理 我師父教我們做人 最重要是明白你 道理我不是不明白 吃得江湖快的, 我就預料了 今天不知明天的事 就算明天橫屍街頭 我今天還是青幫大哥 我都可以風風光光 不受衣食, 得人尊重 如果要我一輩子捱窮的 我寧願做三日大哥 各位Youtube的觀眾朋友 我是王志文Mandy 我是六號六號明 立即subscribe 歡樂APM YouTube頻道 這個channel就可以收睇精選的TVB劇集 還有, 英國的觀眾朋友 我們最近新出了一條 專為你們而設的Youtube Channel TVBJUK 將今年最精彩的劇集 帶給你們, 記得subscribe 好, 記得subscribe吧